如何做一个一流老人 这篇文章 三种老人的真实写照 是一篇难得的好文章 强烈推荐给大家都认真读完 最后你会明白 虽然二流三流的老人常见 但是做一流老人原来如此简单 六句话就好了 觉得有用 记得收藏按赞哦 三流老人做保姆 进入老年后 活得像保姆的人 整天都十分忙碌 很少有时间休息 也没有自己的生活 一门心思都在孩子孙子身上 湖南长沙68岁的罗美玉 是不少老年保姆的代表 退休13年来 罗美玉做过生意 当过家教 卖了老屋 给儿子买房还房贷 借钱给大女儿买房 小女儿又向他开口 希望他帮忙交首付 他的很多衣服 穿了十多年了 这些年为了照顾孩子 没给自己 罗美玉 罗美玉没地方住了 在大女儿的介绍下 她花了三万块 在槐花买了一套小房子 房子临街 罗美玉开了一家富时店 她还在家开了个班 当起了家庭教师 收了八个小孩 每人每个月收两百块钱 挣点生活费 没多久 大女儿的房子要装修 又向罗美玉拿了四万块 说三四年就还 可直到现在 也只还了一半 这几年 子女们轮流生小孩 罗美玉又轮流在家 照顾小孩 忙得像只陀螺 像罗美玉这类老人 含辛茹苦 将主要经历 都投入到了家务 以及孙子的生活层面照料上 在她的照料下 儿女啃老 孙子们的照顾义务 子女也很少沾边 但是 她们却忘了 自己本身 这样重复枯燥的老年生活 这是为了生存而生存 前半辈子劳累 后半辈子 却还要做家里的保姆 实在可惜 二流老人 做别人 这类人在进入老年后 活得像别人 每天都看着别人 在怎么活 想要健康长寿 于是胡伦吞枣 学习别人的方法 想要幸福快乐 于是看别人如何过活 这类老人 出发点是好的 知道关注自身健康 想要让自己的生活 更加快乐充实 但方法不太合适 因为有时跟风模仿 邯郸学步 更容易适得其反 所以 老了照着别人生活 是不明智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 不可能直接复制 一流老人 做自己 进入老年后 活出自我的人 注重生命的质量 也懂得自己的喜好 尽能力 让自己过得快乐 把自己 放在第一位 这类老人 关注自身健康 懂得为健康 快乐 幸福投资 比如说 愿意花钱 买一些好的食材 水果 只要对身体有好处 一定会认真学习研究 拥有健康的生活习惯 而且 他们舍得旅游 会过好自己的生活 他们不一定 时时刻刻都开心 但一定有一幅 乐观豁达的心境 一切 以自己的心情快乐 身体健康为前提 如何做一个一流老人 一 把自己 放在生活中心 要想让老年生活 有品质 首先 要把自己 放在生活中心 这并不是说要自私 而是感受自己 了解自己内心 真正的快乐 自己喜欢的事情 完全可以 尽情地去追求 去享受 反之 完全可以拒之门外 二 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 每个人的身体体质不同 有些人要多吃苦瓜 一米类的食物 但有些人 本身体虚 则不能吃这些食物 因此 要做一个一流老人 还得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 哪些食物适合自己的 哪些运动 又是不伤身的 这些 都要了解清楚 三 了解自己内心的想法 和快乐 到底什么事情 会让你感到真正的快乐 是出去旅游 看遍大好河山 还是在小区楼下 和邻居跳舞唱歌 亦或是 待在家中 感受天伦之乐 一定要了解 自己内心的想法 才能真正的做自己 做那个快乐幸福的自己 四 老来翘 注重仪表 北京医院 老年医学研究所原所长 高芳坤说 得体装扮 能带给自信感和活力感 年龄可以老 心灵不能老 这是对待生活 应有的心态 五 有童心 肯玩 会玩 中国科学院 心理所老年心理研究中心 主任 李娟说 定期和朋友聚餐 不定期安排旅游的人 生活质量更高 即使老了 也要会玩 会美 会翘 做一个新时代的新老人 六 坚持学习和追梦 保有好奇心 走出靠回忆生活的状态 接触新东西 年轻时没完成的梦想 可以重拾 我们并非想把人分成三六九等 只是想告诉中老年朋友们 与其辛苦后半辈子 不如活出真正的自己 如果你赞同的话 就把这篇文章 发给身边的朋友们看看吧 同时呢 志恒也整理了三种泡茶的中草药风 为您的幸福晚年生活 天赚加瓦 用这三味中药泡茶喝 精力充沛 延缓衰老 一 三味中草药泡茶喝 精力充沛 三味中药 远至五克 抑制人五克 神经草五克 喝法 洗干净 放杯里 冲水 一次冲开水泡上后 喝完再冲 不要没喝完水 就再添 这样泡出来的水 容易变味 若是隔天喝 而茶杯里有异味 那就用自来水冲一下 把水倒掉 留着药材 重新用开水泡 效果是一样的 下面的这前两味药 在药书中的功效 是增加智慧 精力不济 最后一味药材 是解决老年人 腿脚不灵的 经缩问题 它能让人腿脚灵变 三个药材 对于老年人头脑 智力 运动力的保障来说 都是宝贝 一 远智 交通兴盛 开窍去谈 性微温 卫心 归心 肾 肺精 远智可安神意志 去谈开窍 清肺 用于心肾不交 引起的失眠多梦 健忘经济 神志恍惚 远智既能开心气 而宁心安神 又能通圣气 而强制不忘 为交通兴盛 安定神志之佳品 二 益智人 宝夏鲁 性温 卫心 入脾 肾精 有补肾固精 缩尿 温脾止蟹 射延拓功效 用于下缘虚冷 不能顾密所致的遗精 早蟹 尿瓶 遗尿 以及白灼等症 三 生青草 补骨 活络 腿脚好 性温 胃苦心 入肝 脾 肾 肾三精 生青草 为食松科 草本植物 食松的带根犬草 因有输精活络的作用 而得此名 生青草还具有 去风散寒 除湿消肿 输精活络等功效 有一定的降血压作用 是一味主治重风后 偏瘫 以及瘫痪 则手足居蓝支 因落脉不通问题的药物 处用可对付跌打扭伤肿痛 有了好茶 医生活习惯也要跟上 尤其是这四点 一 梳头通脑 二 洗脚去病健身 三 散步 四 开窗通气 在人的一生的旅途中 五十岁以后 是一个充满幸福 温馨的阶段 也是疾病多发的时段 但是 只要我们关心健康 呵护好身体 就不会出太大问题 小问题 身体自己 大多也能克服得过去 给同龄朋友 同学 都看看吧 赠人玫瑰 手流余香 转发给你的家人朋友 大家都会感谢你的 无私分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